底层的温度 精英的视角 那我们前面聊起了疫情 然后顺带提到了国内是不是说有可能有改革派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偏向于政治领域 所以我们当时没有展开 那我后来想一下 其实我不提党内斗争也还好 是吧 不提这个习又有什么新的改革派力量 又有崛起什么 这些YouTube其他主播提的 所以我们换一个方向聊一聊也是可以的 从思想的角度 而不是说从政治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所以我还是要提一下 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他虽然说可能也没啥流量 没什么能看 但是重要性很强 所以我觉得流量不是第一位的 重要性是很重要 大家看一下这是一本书 这是我在几年前我去安徽全郊县 我路过那个县城就就地下车玩了一下 好几年了 那我这本书我认真看了一下 我这还做了很多的笔记 那里面有一些黑的笔记 很多的笔记 难得看一本书 这本书实际上是中国讽刺小说的高峰 实际上也不止这一本讽刺小说 这清朝末年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官场现行记 就是讲官场上的那些恶习的 还比如说有一本小说也是比较讽刺的 就是《红楼梦》 它涵盖的地方导致很多 但是有讽刺封建社会的意味在里面 也是比较明显 就是这几位作者实际上他都发现了封建社会的问题 因为这本书他描写的甚至是清明朝时候的事情 虽然他是清朝的作家 但是他应该知道 包括曹雪芹他们应该很清楚 封建社会这么一两千年来 两千年的时间来 很多矛盾已经积累到要爆发的时候 爆发之后又回到了原地 就是在原地打撞 没有找到一个新的出路 因为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有时代局限性 就算是当时最厉害的作者 也没有办法认识到 没有办法超越那个时代 所以这导致了问题是 他只能指出问题的所在 而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就是只能骂 骂完之后啥都改不了 那这个很痛苦 好 那我们说 那 著书历说像这种 骂了之后解决不了 有没有骂了解决得了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 这个是一个文人的超级时代 那这种时代 我们有时候会称之为思想大解放 那思想大解放这个很重要 是在社会超级变革的时候 比如说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的时候 就是一个社会超级解放的时候 当时的社会声音特别的多 而且有很厉害的很多的社会学家 那这些社会学家实际上都是大家 比如说孟子 孔子 是吧 像韩非子 这些人都特别特别的厉害 那这些人 他们能够住书立说 而且得到认可 骂完之后 很多帝王还学习 是吧 还跟着 甚至产生了很重大的社会改革跟变化 很多思想为能接受 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当时很多人他认可这些人的想法 只是他嘴上说不出来 没有这个文采 是吧 但他一定是认可的 这些社会学家 我觉得他们像社会学家一样 那才能够支持他们 因为我觉得社会改革这种东西 你不能超前太多 你超前个一年两年刚刚好 那三年五年 在整体的社会治理上面 超前个一两年两三年可以 但是你要超前个一两百年的话 你可能会被 会被租酒足 会被露体消灭 甚至普通来说 就牢底坐窗 或者光你个10年20年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有一些领域不会 比如说孟德尔 我们知道孟德尔有个杂交实验 他实际上领先当时的科学界 不是普通人 领先当时的科学界 一百多年 是吧 就像爱因斯坦发表说 相对论也就是只有几个人看得懂 那这种科学界的OK 但是你社会改革要提前这么多 那就完蛋了 是吧 那就出大问题了 你可能就要被灭口 所以我们说 在思想解放上面 我们说 个人的数字 你要达到这个时代的 或者说超越这个时代的发展 我们说春秋战国 这是一个奴隶社会 转向封建社会的关键时期 那很多人应该说是看到了奴隶社会 可能是更加漫长 几千上万年的这个时间 他已经没有办法适应新的社会生产 这个力的发展 但是 怎么办呢 怎么解决呢 我们每个人都达到了这个认知水平 有这个大的思想家跳出来说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怎么样做 那大家都达到统一的认可 那这个时候 其实帝王在春秋的时候 他的力量反而偏小一点 那他会吸收这些政策 那这就变成一次非常完美的思想解放 但是 我们说 那我们拉回到现在来 那中国现在为什么没有思想解放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 实际上呢 我们在根据刚才说的春秋战国这个情况 我们说其实国内 他很多人 他就是 他的个人水平 没有达到能够认识 现代化的思想解放 2020年的思想解放 那需要更高的水平 而他本身呢 在多数人口里面 他这种认知水平是不够高的 他没有办法去认可 这种社会改革到底有没有意义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还处在一个上一代改革红利的一个享受者 比如说我经常我举两个例子 我经常跟大家说 我说我在高铁上 在飞机 甚至是飞机上 高铁上跟高速公路 特别是高速公路上 是很明显的 你上厕所没人冲 大便 没人冲 这种人特别多 不是一粒两粒 就普通的高档的商场也有出现这种情况 那你就是 这个物资条件已经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了 这么多的这么干净的厕所 那轮到你最后一轮 你为什么不冲厕所呢 这种人非常的多 这个还不能够跟 不能够跟社会的物资条件匹配 比如说这个手机 很多人用不清楚的 仍然有不小的比例 所以整个国民 他实际上真正受过本科教育只有4% 受过本科跟家大庄的只有10% 这个是很低的比例 那如果说你这个你要思想解放 有这样的领军人物提出问题的时候 其实没有多少人复合 因为就算很多受了教育 他未必会有这样的认识水平 那还有比如说 那现在这10年20年的城市化是非常快的 从以前20% 30% 提高了下60% 甚至更高 实际上年纪特别大 如果除掉的话 劳动力的城市化会更高 他还在适应怎么样从锄头变成方向盘的这种生产工具的变化 他还在刷努力的刷抖音 怎么样去知道公交车要排队 怎样在知道地铁里面不能吃东西的时候 你说你跟他提社会改革 就没有拖大的效果 因为他本身个人的认知水平 是远远低过社会生产出来的物资财富的 或者我们说这10年 这40年我这么说的话 大家可能就觉得有点恶心 这40年的经济发展太快了 大家挣钱还来不及呢 享受还没享受好呢 你要他思想上有多进步 这是不可能的 他的思想进步水平还在学习怎么样在城市生活 学习电脑手机怎么用 学习飞机怎么样去搭乘 学习怎么样去外国旅游 你说思想解放 那是个傻王业 那是个傻王业 还找得很 这个是没有用的 于是很多的政客是最善于捕捉这些东西的 你捕捉到之后 那保守派就来了 那我还是改革派呢 保守派就跳出来 为什么 大多数的国民还在享受我们上一轮 我成为保守派 因为改革者他会变成保守者 因为他会变成利益集团 是吧 他之前的改革 这个是我的功劳 是吧 改革是我改的 是我推动的 于是他的家族越来越大 于是 当年推动改革的人 最后成为改革的主治者 比如说曼德拉 是吧 他是一个推动这些民族矛盾和解的人 最后他的家族就成为南非改革的主爱 是吧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国内的这种改革与保守的这种转换 也是很明显的 于是他们形成庞杂的利益 你们新的改革派还愣着呢 这些人他都还在享受我的改革红利 是吧 你们凭什么割我的这个利益走啊 是吧 于是呢 就根本就没有办法有真正的这个改革派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原因 其实说到 通俗一点 就是经济 这个40年成长太快 几年跳一个台阶 实际上呢 没有这个 没有这种思潮 因为 思潮 思想是要花时间的 他还在花时间怎么样享受生活呢 是吧 好 那我们这是主题部分 我们再说一些其他的部分 其他的部分 有一些也很重要 比如说 国内的黄金不够宽松 比如说有GFW存在 我觉得这个问题倒是一个结果 而不是原因 因为大家都把时间放在经济成长上面 因为大家都在努力追赶这个社会产生爆发式的物质生活条件 对吧 居然有马桶用 对吧 这个新的陶瓷的马桶 这个电动的厕所马桶 而不是要手提的这种木质的马桶 这是一种巨大的改变 那这种巨大的改变 你说他的思想 还是先去研究研究这个马桶怎么用比较合适 是吧 比如像我这样的 那所以这个时候提这个思想改革就太早 所以它是一个结果 而不是一个原因 但是恐怖就恐怖在 这个结果也变成了这个问题的原因 就是很多人他觉得 好像那你们就分手我的想法好了 反正我也没有这样的需求 是吧 那就变成了这个问题的原因 所以这个黄金不够宽松 它既是一个结果也是一个原因 形成了一个循环 这个不太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缺领军人物 领军人物很重要的 像我们刚刚说的孟德 像比如说这次疫情的钟南商先生 那他是呼吸道的专家 而且在17年 呃03年17年前 康萨斯是有功劳的 他是一个将军式的人物 就是在打资产 呃看非典的这个疫情上面 他是一个将军式人物 那这一次呢 哎他又是一个领军人物 那这样的人物其实很重要 他能够迅速的调集全国的资源 呃Party也听他的 那么人民群众也听他的 其他的专家也是觉得他有威望啊 院士什么各方面 呃各方面啊德高望重啊 这个所有的问题 专业能力又强啊 啊这个品德又ok 就是这样的人物 哎这样人物有没有出现也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说中国的思想改革要享有变化 也要有这么牛逼的人物 那你说我们过去40年有没有这么牛逼的思想改革 产生的人物呢 呃我们说一下 呃郭敬明啊大家不要喷饭了 我开玩笑了 那行行行行行估计很多人都要喷饭 都觉得我开玩笑 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呢 比如说像王硕 好像还不够 我觉得不行 王硕就跟贾张科一样 我觉得有时候他这个水瓶啊 就是很多他偏向于小聪明似的这种 呃这种没有这种 比如说我们说呃 钟兰山先生在抗击SARS上面的这种 就是光芒四射的 对吧 我说的刚刚说的德高望重 专业能力超强 而且经验异常丰富 这几点就特别强 然后我刚刚说的这几位人物 包括像王硕这种人 包括像那个死掉的孩子 那么他死的太早了 是吧 你是死了 你对社会改革你还不没让死社会呢 才二十出头 当然他对师哥这个很厉害 对人性的认识也许很高 但对社会改革没有这样的人物 是吧 没有这种大的思想家 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原因 如果有 他可以存在 而这个慢慢的去呃存在 然后慢慢的去协助一下提升 假如这个社会有这个需求 他迅速可以起来 那还有一些其他 比如说一小林宗教领袖 我觉得这个也不太可靠啊 中国宗教领袖皇族这些都是 比较没落的势力啊 没没有的 还不如郭敬明啊 是吧 啊 我们现在说到这里啊啊 这个 我们自己大概总结一下 其实这一集 我当然也不是冲着什么流量去的 没几个人会点进来看 但是我觉得思想解放 对于中国社会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超前一点思考问题 因为 呃 这次疫情 包括这40年的经济周期啊 我经常看财经的呃 研究财经的问题 那我就会知道这个经济本身的周期也是来到一定的程度 再加上这个疫情暴露的很多的问题啊 实际上它是需要改革的 就是社会的治理水平实际上在很长时间 比如说光本卫的这个思想啊 我要说40年没变 很多朋友肯定不同意 那是2000年没变啊 几千年5000年没变 是吧 那这些确实有些地方呃 比如我经常提的信息流通啊 这些问题 确实是存在问题的啊 就是呃 它确实存在 不是说只有4% 10%人认可 这个问题就是小问题 它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它离现代社会 还有一定 还有一定的距离啊 这个信息流通 呃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它还有一定的距离 那这个问题呢 怎么办呢 啊 我们要说 有没有说潜在 呃 思想改变的这个呃 可能 有没有潜在改革的可能 或者说我们局部改革 因为现在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 就很多的这个基本的物质条件 很多人仍然在学习 但是 有一些刚才说的 像这种最顶层的一些东西 它又是到了一种非改不可的 这种程度 那这个问题就很复杂 它的斗争就会变得很激烈 而且呢 它还有一些西方其他外部的 他们本身 在各方面的水平 就比较高的情况下面 有施压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 比较平平稳 缓和的去面对这个问题 啊 这是一个 呃 很大的议题 啊 那我们这一大概就聊这么多吧 我看一下 要不要再总结一下呢 就是 啊 我们说 从思想解放来说 从这个角度 啊 是 真正能让社会改革的一个重大因素 否则改了之后 可能也会有倒退 回潮的这个风险 而这个时候的社会就 来回的震荡 就不是很好 那最好是什么呢 各方面条件都达到 呃 民众的这个 生活水平也达到了一定程度 他也不用去每天学习怎么样在城市生活 学习怎么样用抽水马桶 学习怎么样去用手机 呃 怎么样学习去 呃 海外旅行 呃 学习更高的这个生存技巧 那 他对这方面的欲望也逐渐的降低了 因为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 那于是开始追求一些呃 这个社会提供不了的东西 因为刚才说的这些东西都提供 那追求不了的这些呃 那可能才会有这样的呃可能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房市是不能过于着急的 呃 耐心很重要 啊 耐心很重要 好的 我们这一集内容就聊到这里 啊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